好 冬暖夏凉 孙都明介绍 目前 我国已突破了芯片领域 微型制冷器件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实现了宇航级 工业级等一系列 微型半导体器件的真正国产化 打破了国外对我国高端温控器件的垄断 全国人大代表 青海省西宁市 新海陆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晓荣 分享了来自青海的家常故事 传递民生温度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 我希望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服务和努力 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 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 我们的党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我想这就是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基层开花结果的生动体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近期美台勾连持续加剧 美方加快对台军兽释放错误信号 让民进党当局有些忘乎所以 就在3月6号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透露 台湾方面正在和美军商谈 未来美军储备的弹药或存放在台湾地区 接受质询时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大谈台海情势 台媒甚至用语出惊人来形容 邱国正所谈的台海情势 可用兵凶战威来形容 而与此同时 台美军事层面的勾连也进一步加深 耐人寻味的是 爆出惊人言论后 邱国正似乎担心话题发酵 转眼就开始灭火 舆论指出江启臣不会无地放食 很可能事先听到了风声 所以才会不断追问 美国疑似为这件事谋划了好一阵子 另据报道 美军新成立的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近期在美国南加州进行高强度演习 据称 这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第一岛链测试 其全新的作战概念 而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艾布里奇科比 于3月初在台湾出版新书 《拒止战略 大国冲突时代》中的 美国国防 系统性地解析了美国对中国的 所谓拒止战略 并用大篇幅解释 台湾为何是这一战略的核心地位 在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外媒记者提问 台防务部门主管表示 鉴于两岸的紧张局势不断增加 台湾应当警惕中方军队 闯入台湾附近的领域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发言人毛宁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所谓的国防部长 台海两岸都是中国领土 中国将采取监禁措施 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好 就此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 台防务部门主管 近日大谈台海军情 并证实正和美方讨论 把美军储备弹药存放在台湾 美方为何会有这样的计划 民进党当局这是铁了心 要让台湾成为美军的弹药库吗 美国计划要把台湾打造成 美国在东亚的弹药库 把美国在东亚各个国家 所储备的军备 所储备的武器弹药 集中到台湾来 这件事传了很久了 这一次总算在邱国正的口中 印证了确实有这件事 而且正在进行中 而这一件事情是说表达出来的 证明美国已经铁了心 要台湾去做为美国打代理人战争 要把台湾人民当成炮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台湾是个岛 台湾四面环海 所以一旦台湾外面的海域被封锁 即使美国要把武器提供给台湾 也没有办法做到 那当然要在战争发生以前 就把武器先运到台湾储备 也就是要把台海推向了兵凶战围 这其实也是美国毁台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而相对来看 台湾的蔡英文当局 也是铁了心 要做美国的走狗 要做美国去对抗中国的马前卒跟棋子 而不惜把台湾全岛搞成战场 不惜把台湾全民搞成炮灰 邱国正明白地知道 如果美国真的把台湾搞成了 美国在东亚的武器弹药的储存库 那就是使大陆武统台湾师出有名 就会使台湾陷入兵凶战危 战争的风险 可是他仍然不得不做 因为他上面有大老板叫蔡英文 蔡英文为了达到台独的目标 逼迫的邱国正要往这一条绝路上走 所以陈长文在最近就公开撰文 去呼吁要邱国正 要拿出自己的良心 以及他对台湾的关爱 要敢对蔡英文说不 否则就会把台湾真的推向兵凶战危 万劫不复 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俱统 以美谋独注定失败 对美国亦步亦趋 台湾永远不可能成为赢家 而是彻头彻尾的输家 好的 谢谢邱一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就此话题 连线失事评论员刘匡宇 我们再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刘匡宇先生 美军滨海作战团 近期正进行高强度的演习 据报道 这是美军在亚太地区 第一岛链测试 其全新的作战概念 而美前高官称 台湾在美所谓印太拒止战略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那么面对美国的拘心不良 而台方的所谓努力 是否正一步步地将自己 拖向毁灭的边缘 我们看到美方提出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拒止战略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实际上是现在 美方针对于对于中国的 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遏制和打压 抛出的一个新的 具有很大程度上一个欺骗性 误导性和危险性的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名词术语 它的一个目的 并不是要去真正的去遏制战略 战争或者说冲突的发生 也就是不是要去遏制 而是要去刺激 两岸之间发生冲突 它的目的 它所要诉求的一个结果 也不是要求台湾方面 在这场冲突之中 能够取得一个所谓的胜利 而是要求它是尽量的 要去拖住这样一个 战争的一个进程 那么以此来去换取 所谓的美方的一个介入 或者说是争取这样一个 战略的纵深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种 以台制华乱台恶华的 这样一些图谋的真正所在 这也是拜登所讲的 这个所谓的毁台论的 一个实质所在 那么结合着这样一个战略 我们再看到近期的一些 新的美台双方的一些动作 包括台方按照美方的 这样一个指导 要去在台去设立美方的军火库 包括美方现在不断地 在美国的本土 包括在日本方面 都去组建所谓的这种 滨海作战团 这种特战部队的一个力量 那么我们看到前者 这个军火库 它就指向的就是要去 把这个战争去拖长 那么所谓的滨海战斗团 那么它的一个战术性的指向 我们看到现在比较明显的是 基于这个海岛的一个防御 包括夺岛的作战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 两栖的登岛夺岛的作战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美方现在它也是针对于 台湾有可能 一方面是它的离岛的 这样一个冲突的想定 另外一方面 包括它的本岛 美方也是做好了一个 所谓的失而复得的 这样一个战术准备 所以说我们看到 在不同的战术层面 美方现在也都在去实践 这样一个所谓的 拒止战略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们看到 不管是拒止战略的哪个方面 到底美方会不会来源 还是说真的 美方就是要用代理人战争 代理人战争去消耗台湾 那么台湾的结果 一定是在美方的 这样一个战略下 如果说真的去实现了 毫无疑问 台湾会面临这样一个 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和一个几乎会变成 这样一个空倒和死倒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是台湾民众 是真的乐见的吗 我们应该打上一个 非常大的问号 是的 台湾民众想要自救 就要彻底脱离 台独势力的影响 推动两岸统一进程 只有这样 台湾的老百姓 才能真正的脱离苦海 好 先台军驻扎在 马祖地区的官兵 因缺乏肉品 把白饭当煮菜吃 还在沙滩上写下抗议文字 引发轩然大波 为了尽快平息风波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6号受访时先是道歉 然后挂保证称 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台防务部门也紧急调派 C130运输机 运送食品前往马祖进行补给 然而 岛内批评声浪 仍持续高涨 马祖官兵 恶到在沙滩上写字抗议后 台防务部门 才派C130运输机 运送官兵所需食品 物资供应整整拖了20天 漏洞到底出在哪里 难道还有阿兵哥在沙滩上写上说我们没肉吃 然后才会看到 我们政府才会看到 才会紧急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下情完全没有办法上达 应该要做出一些惩处跟处理吧 官府不拆二兵啊 你要让军人可以把上达好 你至少让他有基本的饭可以吃 会有没有蛋吃的这个百姓 就会有没有肉吃的这个官兵 表示执政党的施政很不用心 针对马祖官兵缺乏物资一事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受访时表示 这件事凸显出三个问题 一 相关单位没有应变能力 军中补给计划失灵 二 下情无法上达 正常渠道解决不了 三 事件曝光后 台防务部门立刻派出C130运捕物资 这说明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请问过去这20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 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30年来 他一直强烈主张所谓金马非军事区 金马和平区 但军方坚持兵流金马 他质疑 如今连肉都缺 还得向孤岛流落人 在沙滩留字求援 这样的军队能防卫谁 岛内侵律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则认为 这件事的性质很严重 长期以来 多数台湾民众对台军所谓 保卫台湾的能力存疑 如今肯定会再次打击民众对台军的信心 这真的有点难以理解 好像他 好像都没有人在管 马祖的生活似的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昨天晚上才看到这个新闻 寄给我的朋友 我朋友都 真的是台湾吧 民进党籍签名带郭正亮 在参加倒霉政论节目时 也直言马祖官兵缺肉吃非常离谱 他认为透过这件事 蔡英文应该开始紧张了 因为美国又会对民进党当局感到不满了 且会质疑台军的能力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神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